今天跟家人们分享一个萝卜咸菜 萝卜咸菜在家做 怎样才能清脆爽口 解腻下饭 保存时间还更久呢 视频很短 请认真往下看 准备两根不要钱的白萝卜 清洗干净 去头去尾 从中间破开 一分为四 再用左手切成一元硬币厚的小片 撒入少许的腌菜盐 加入一勺白糖 能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抓拌均匀 杀水四个半辣点 然后倒出萝卜里边杀出的水分 加入清水多沼洗几遍 洗出咸味 家人们 这个萝卜咸菜呢 你像老弟这样做 清脆爽口 解腻下饭 视频拍到一半呢 大海又出来给大家露脸了 老弟露脸啊 不会别的 就希望哥姐看视频的同时 如果觉得大海讲的够详细 能照着屏幕上呢 帮我点赖和小呼吸支持我一下 老弟呢 在这里边祝您 兜里有钱 身上没病 一年四季 顺风顺水发大财 辛苦您了 谢谢 投写好的萝卜 我们一定要把水分钻干 这样呢 不容易变坏 然后放在一个无油无水的坛子中 这个时间我们来调料汁 碗中加入一斤的海鲜酱油 一勺的九度米醋 50克的白糖 5克的精盐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姜蒜小米椒 搅拌均匀 倒入萝卜中 重点来了 家人们 一定要放入半瓶盖的散篓子 或者高度白酒 清香杀菌 盖上盖子 腌制两天 吃的时候撒点香油 封点香菜 味道更好 大海的主页啊 分享了两百多道美食较长 每一道讲讲的非常详细 如果您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红星留个关注 方便以后有什么不会做的 能找到我 关注我没准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